看一部电影《提百万人生》 这里是唐思琳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短片《猫咪学校》 在猫咪学校的废弃堆里 住着一个小老鼠 它每天用纸盒子垫着脚 趴在窗边 偷窥着猫咪们的生活 有时小猫会把球踢到废弃堆 小老鼠看到后 虽然很想帮它们踢出去 但是碍于自己身份 不敢靠近 它十分羡慕窗外的小猫们 每天准时开放的饭堂 飘来食物的香味 会让它更加饥饿 小老鼠很失落 对比之下 它只能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 这才 它在垃圾堆里翻到了一张猫咪面具 小老鼠穿过下水道 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 萤火虫做的灯泡忽闪忽亮 它把猫咪面具在脸上笔画了几下 又用笔在上面画好了眼睛和鼻子 再撕下红布给自己做个红领巾 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变身计划 清晨 它从道路井盖里钻了出来 趁机跟在其他小猫的背后 来到了它梦寐以求的猫咪学校 第一节课 它们学习的是摸爪子 用爪子在抓柱上疯狂撕抓 小老鼠没有爪子 模仿的时候一把推倒了柱子 第二节课 它们学习的是绘画 老师看小老鼠画得很好 就在它头上抚摸了几下 示意鼓励 小老鼠第一次感受到了它人的关怀 更加深了它想像手里的那幅画那样 和猫咪们一起做好朋友 中午吃饭的时候 小老鼠领了一份牛排 其他小猫只要伸出自己的小爪子 在餐盘里一滑 就能切成小块吃到嘴里 小老鼠显然做不到 它扯下一块牛肉塞到嘴里 好吃到浑身打机灵 今天的一次体验呢 让小老鼠对猫咪学校更加喜欢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它还把今天白天画的画 张贴到了墙上 看得出来 它真的很想融入猫咪们的世界 第二天 小老鼠继续跑到了猫咪学校 但是这一次 老师却和它们教授了 如何用爪子杀死老鼠的课程 困困的小老鼠举起手提问 为什么猫要杀死老鼠 而不能一起做朋友 老师说 猫是老鼠的天敌 见到老鼠就要杀死它们 得知真相后的小老鼠 感觉内心世界都要崩塌 午餐的时候也不是牛排 而是换成了老鼠尾巴 小老鼠起初不知道 当它拿起一看 吓了一跳 镜头给到了小老鼠的尾巴 和猫咪们碗里吃的一模一样 小老鼠不能接受地跑了出去 然而 让它更为震惊的事情 并没有写说 下午的解剖课 老师呢抓到了一只真老鼠 通过解剖老鼠的躯体 让猫去认清老鼠的身体构造 大家都认真地围在了老师身边 只有小老鼠离它们远远的 老师问它 为什么不过来一起解剖 小老鼠紧张地冒汗 它想到之前 自己呢在猫群里的种种不合群 为了隐藏自己身份 小老鼠呢 还是硬着头皮上去 解剖了自己同类尸体 雪肆意地溅到它脸上 躲在面具下的小老鼠 脑海一时变成了空白 一阵热烈的掌声 把它拉回了现实 看着大家对它的支持 它一时间忘记了自己老鼠的身份 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小老鼠努力去融入一个 非同类的群体 看了真的让人很心酸 它违背了自己本心 以牺牲同类为代价 就为了获得另一个群体的认同 最后露出了欣慰笑容 也能测试出它内心的另一面 并没有替小老鼠辩解的意思 小短片虽然主角是动物 但讲的事情 都可以隐喻到人的身上 就是说很多时候呀 我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 去做了一些违背内心 或者人心的事情 嫌不说你的目的是为自己 还是为别人 目的是好还是坏 但这就是你的选择 你选择去当一头猫 那就得承受出被发现的危险 和牺牲同伴时内心的谴责 不过说到底 小老鼠应该缺的是朋友和关怀吧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不妨点击下方的订阅 评论点赞走一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